专案小组在黄姓干部柱处清点相关证物 检警持续侦办未成年设行影片网站创意私房 在全国17个县市同步执行四波进网专案搜索行动 一举查获上中下游事案者 包括处理不法经流 拍摄制造贩售额绍性影像 及持有的嫌犯共计447人盗案 其中有警察老师公务员还有科技从业人员 专案小组在6月及7月期间 在全国展开四波的行动 一举查获上中下游不法集团 其中上游是指处理不法经流 以及制作影片浮水印的助理 中游则是额绍性影像的卖家 还有拍摄制造及散布额绍性影像的败贤 下游则是持有额绍性影像的买家 警方这一次一举将 上中下游的犯罪集团统统查获盗案 检警在侦办过程中发现 创意四方的黄姓干部另起炉灶 在Telegram创立偷拍贩售新群组OAT 其中处理不法经流的帐房张姓祖贤 拍摄制造额绍性影像的陈姓男子 及另创偷拍新群组的黄姓干部 与偷拍上传的料性卖家等四人 都被检方申请积押获准 对于侦办过程中发生罪楼事件 警方对嫌犯无法接受司法审判感到遗憾 不过也强调真正的被害者 应该是被诱骗偷拍的儿童及少年 刑事局已经将全案一违反 额绍性剥削防治条例 及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等罪前移送地检署偵办 警方强调不管是贩售拍摄制造 及持有额绍性影像都是重罪 对于躲藏在网络键盘背后的犯罪者 警方一定会严查到底 依法严办绝不宽待 记者张继腾台北报道